桃园县政府今天举行了新任局处主管交接 原本的观光行销局一分为二 成为观光旅游局跟新闻处 希望能够让桃园的观光更上一层楼 新任首长向主持人请一局功礼 请鞠躬 原的早晨才刚升完期 桃园县趁着十年星期下 将原本的观光行销局一分为二 我们今年会把原来的观光行销局 拆成两个单位 一个是观光旅游局 一个是新闻处 之所以想把原本单位拆成两半 就是希望能够提升行政效率 过去因为这两个在一起的话 相关的人员忙不过来 而且会变成说行销只有在行销观光的业务 新上任的观光旅游局长 由原本的观光行销局长李少伟转任 将推动桃园县升格直辖市后 观光资源整合行销 行政新闻处长朱康正则是媒体人出身 对于媒体计划运作再也熟悉不过 两个部门在新的一年 将联首为桃园县政行销一起努力 记者黄鼠华 李文凡 桃园采访报道